我们谈谈Tesla概念股 亦和838 这个朋友是1.5元买入了 他说你觉得这股份的投资前景你怎样看呢? 这股份是相当波动性的股份 如果对应上年高位时 在12月附近的位置 当时是2.58元 但对应今年曾经低位是连1元都没有 这是相当确实的股份 所以可能在近期投资者留意的时候 最主要上星期股价差不多升18% 所以现在对应的时候 也在升2.6% 也是一个很强势的状况 但需要留意过8这些位置 可能阻力会比较大一些 过8就差不多去1月中的位置 所以投资者去买入的时候 低过过半来吸纳 防守性就会比较高一些 现水平吸纳 可能留意风险方面的因素 另外也会考虑 这一只股份倾向上来说 都是要有消息带动才会有一个炒作 当热潮过后没有消息的时候 有机会成交会显著地减少 对于大家用一个有利的价格出货 可能未必会做得到 所以投资这只股份的时候 就有这些细节位要留意 好 我